嗨嗨又是我Angelo 今天又想跟大家說一說 在馬來西亞一般人都很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火鍋 在眾多不同款式的火鍋裏 我今天想說一說辣湯火鍋 其實我告訴你 我Angelo暫時未見過辣湯火鍋 如果哪個朋友們 你們知道有的就有通知聲 辣湯四處有的 我Angelo都很喜歡喝的 基本上我認知 是好像一些胡椒豬肚湯 不過加上本地化 他們叫做辣湯 我每次喝完都好像肉火焚身 上又熱下又熱 真的很刺激 你們又說奇怪 Angelo你古靈精怪 無端端辣湯火鍋 又沒喝過 又拿來講 為什麼這次的題目這麼有趣 對呀 有趣與我無關 其實事緣是因為這個Ruby KL 搞到我們坐了地鐵 往日後來 我不是很喜歡去溫胡蛋媽 馬來西亞最大的商場 因為就是大那一條 走到腳都遠 但剛剛過去的父親節的周末裡 我們又去坐免費地鐵 又坐了 經過了溫胡蛋媽 很久未去過 下車 在我Angelo的記憶中 以前只是泊車 等我Hunless泊車 然後走到左翼 又走到左翼 又有翼 又看西亞太大了 所以我就一般 但是今次 竟然坐地鐵 一下地鐵 一走進去 就是溫胡蛋媽 一些新的延伸 發達 又租滿了 說到這裏 大家都明白了 我Angelo 不喜歡去 但是由他租出旅 我可以說是眼見 100%租出去的情況下 這個也是一個 挺熱的商場 大家有興趣的 現在又有地鐵 又去支持一下 幫一下本地的經濟 反正這些錢都是花 你們有的 因為我們想吃火鍋 進入這個商場 我們記得 又去回那間 那間什麼 海底佬 曾幾何時 蜂窩全中國 然後來到南洋 老闆發達 變成億萬身家 現在長居新加坡 亦都在新加坡 將這個海底佬 上市發達了 新加坡都 水滿發達了 那海底佬這個故事 我就不詳細說了 因為都 很多KO 很多文章都有說的 但是呢 今天呢 我又想 帶出一個 我們一家人 吃完今餐的火鍋之後 決定了之後 海底佬 不是我們的首選 如果吃中國人的火鍋 有另外一個叫做 鳳凰虎 剛剛就入到這個溫和蛋 也都是因為這個 Rabbit GL 一個月的免費 引致到我有機會 認識多一間火鍋店 他說是成都的 那裏面的適應 所有東西都很滿意 和這個海底佬 我們感覺還要好一點 如果說裝修 各樣東西 更加好 海底佬 海底佬是一間工廠式 不過他很成功 每個人就算不光顧他去打火鍋 我們不是香港人叫做打火鍋 一直在這裏講是非 一直錄下錄下 做人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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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魚葬鬼又說完了 又說回這個火鍋 這間基本上 我特意來看看我相片裏面 鍋很有型的 有個龍頭在那裏 是不是一個氣勢呢 裡面裝修全部都 很有中國特色的 或者中華的文化 都存在在裏面 它叫成都的火鍋 但其實也有幾個湯底 當然是麻辣 我聞到很香 但我考慮到斗技 我專試的一個 就是番茄湯底 因為海底佬 賺不少 都是這個番茄湯底 這個湯底我全家輸完之後 它是好過海底佬 那這間什麼鳳凰虎 哎呀 它給了十萬九千七的廣告費 我都說得不清楚 不好意思 人家信武 湯底基本上是濃郁的茄味 那些材料在鍋裡 都很豐富 這個濃郁的番茄味 你們可以值得一試 與其我講 又或者我個人口味 自己去試一下 支持一下那裏 很大班年輕人在這裏 做事很積極的 支持一下他們 生意興旺 伙計有公開 這樣經濟就開始形成了 所以我都是那句 開關後 我都是看好馬來西亞的 那些餐具 裝修 很別緻 比海底佬 好看 之外 這個我不再詳細說了 大家自己的感受 那食方面又怎樣 那些什麼牛肉 豬肉 那些我不細說 其中一個滑牛 我挺欣賞的 這個你們進去又可以試一下 另外我又點了一些冰豆腐 浸在這些香濃濃的茄湯裡面 另一番風味 其他打火鍋的食材 我都是滿意的 除了一個 記住 你想試一下什麼 不好吃的魚蛋 那裡也是有的 它叫什麼 台灣雪白魚丸 嘩 真的很難吃 好像街邊叉的那些丸粉 只有爽著 沒有味 它沒有人在你面前 拉麵飛來飛的麵條 沒有這些醬的 不過它的自製麵條 都不錯的 煙韌韌 很有風味 最好我們都點了一個甜品 就是封面裡面的炸饅頭 好了 Android炸饅頭四處都有 是 我剛剛想說 那天晚上我們很開心地吃了一些 一間新的火鍋店 我們吃得很滿意的情況下 最後叫這個炸饅頭 它也是做得不錯的 這個外脆內軟 再點上這個煉奶 這種的配搭 臨美一個甜品 簡直是一個完美的結束 再加上 每人送一杯果子的沙冰 由火 又變回冷 冷 很開心 而那裏的消費和這個海底撈 我們的結論是相約的 大家差不多的 但是服務的各樣東西 都是相約的 但是吃的滿意程度和裝修 我們都會再去的 而馬來西亞 竹的火鍋底又有 什麼豬骨湯那些不用說了 麻辣這些中國特色的都有齊了 四處都有了 那日本土的火鍋 平靚正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來到我的鄉里 全部這些都可以去試 所以但是最後 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大馬的辣湯火鍋 有沒有可能存在呢